王鸡肉 这一声吆喝是王鸡鸣 凉拌鸡肉的特色叫卖生 27年来 在成都市温江区的大街小巷 都遍布着他的足迹 一提起王鸡肉 当地居民近乎无人不知 日前 王师傅靠着双肩挑着担子卖半鸡 为儿子偿还医疗借款的事走公网络 不少网友被他自立自强的心声所感动 近日 在成都市温江区赞原街的拐角 很远就能听到王鸡肉的叫卖声 近日一看 食客们在路边早已排起了长队 王鸡鸣正伴着鸡肉 周围全市围观的居民 当天献杀献煮的鸡肉切块 浇上密质的调料配料 在小盆和勺子之间不停翻转 香味弥漫整条街 很多排队的食客在一旁咽起了口水 自从王鸡肉走红网络后 除了周围多年的老顾客 排队的食客中 不乏有专程从卖地牧民而来的粉丝 来自长沙的小伙刘悦静 看到王鸡肉的视频后 就带着朋友想来尝一尝 他说光站在旁边看 口水就已经泛滥 在网上有看到很多那种关于卖王鸡肉的那个视频嘛 也有就身边的朋友也有在那里讲嘛 就是就在那里跟着吆喝那种 就所以的话也就了解到了这个 就正好过来看一下 看着的话也味道也比较好 也比较香 每天凌晨1点就开始起床准备鸡肉 一直忙到下午近6点收谈回家 王鸡鸣告诉记者 不谈关系 不提熟人 唯一的规矩就是排队 为了保证品质 他每天只卖20只鸡 售完为止 2017年 王鸡鸣的儿子王琪被查出白血病 突如其来的变故并没有达到王鸡鸣 他为儿子捐骨髓 继续挑着扁蛋 摄像机挣医药费 玩具了捐款筹钱 他花光了积蓄 就用双手努力拼搏 为儿子带来了活着的希望 吃了20多年 王鸡肉的居民告诉记者 王鸡鸣很倔强 不愿意大家为其捐款 周围街坊就多买他家鸡肉来鼓励他 一年365天 几乎天天都能在街上看到他 听王鸡肉叫卖 已然成为大家的习惯 大病出遇了王鸡肉 他目前还处于恢复期 看着父亲为自己忙碌的身影 他心里也很心疼 他每天都陪着父亲出摊 帮忙收银 装带 以及给围观群众打一解惑 为了方便宣传 他印制了名片说明售卖的时间和地点 拉了微信群便于预定和出摊预告 他说小时候觉得父亲是走街卖鸡肉的就有点自卑 但这次生病让他感受到了伟大的父爱 他想到痊愈之后把父亲的事业做下去 因为之前我生病 然后不好 然后家里借款借了二三十万 然后对我们家来说也是比较大的一个困难跟负担 然后我爸给我捐了骨髓 然后我爸的体力跟年龄 身体也一天不如一天 然后我慢慢身体比较好转之后 然后我就帮我爸做一点比较轻松一点的工作 想帮我爸减轻一点他的负担 然后等我身体好转之后 然后慢慢继承一下我爸的这个手艺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真正受到两岁手之后 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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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给你一个误估计划 等我身体上远的时侯